在我学佛的头几年,我爱人也很支持我,陪我放生,一起听师父录音,给菩萨上香,他也念经做功课。 后来,由于工作忙,他就不再念经做功课,但是他很认可咱们法门,认可师父。 我爱人最近两年莫名不顺利,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。 2022年3月24日,他梦到师父了,下面的内容是我爱人自己口述。 就是梦到曾经放生的情景,看到鱼儿很欢喜的时候,师父出现了,摸着我的头说, 孩子,你本性好,心底善良。 你看,过去你的生活一切多么顺利,工作和家庭,因为你听师父的话,多放生多做善事。 我说,师父,我错了,好久没有放生念经了。 师父说,你要心无杂念,你不要执着于世间事,受委屈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人家的,这事来还。 人家对你好,是你上辈子的善缘。 不要结怨,好好修行,学会放下,这样才能有缘跟随师父。 我说,师父,我记住了,我听您的话,多放生多做善事。 师父又拍拍我头,傻孩子,听师父话,小赫赫离开了,大概就是这些。 一早起来,爱人赶紧和我讲他的梦,我既开心又难过。 开心的是,恩师在天,依然不忘这些受苦的孩子们。 我爱人都太久没有念经放生,遇到困难时,恩师仍然梦中开示,没有放弃他。 难过的是,世间再无恩师的身影。 经过这个梦,爱人又把念经做功课这件事重拾起来,还说要继续坚持放生,听师父的话。 这个梦给爱人莫大的鼓励。 感恩师,我们会继续以您的法音和您留下来的经典为指引,努力精进的,努力向师父的方向,坚定前行。 2022年4月22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